我們到復活機場了,現在是6點32分 今天很早就起來了,5點多就起來了 然後呢,酒店幫我們準備了就是一人有一份這個 這是兩個香蕉跟兩個橘子 那我剛剛吃了,它那個橘子每一半裡面都有紫 然後而且超酸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罐水喔 這呢,是酒店幫我們準備的早餐 很豐富喔 它就是一個三明治,然後兩個蛋跟兩個可頌 還有兩個巧克力的那個麵包 都根本一個人吃不完,我覺得有點浪費 不如放在那邊讓我們自己拿 我看除了我們之外啊 好像大部分的,你只要是住星級九店的話 他都會幫你準備早餐 每個人都有拿一袋,那他們早餐的話呢 好像就是應該都是類似這樣子啦 它這個機場非常小喔 它竟然有九個孔耶 喔,往下還有喔,就是好幾層這樣子 不過這邊一進來就 就...就...就只有這樣啊 短短的 它反正路關的時間也很短 哈囉,60媽媽的朋友們大家好 那我們已經回來台灣了 大概總結一下這一次的行程 那另外呢,其實我們這次也吃了蠻多的東西喔 有特別推薦一間,我在前面的片子沒有剪出來的 那它就是河粉 這間店真的非常好吃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到這間店吃河粉的內容 我們來吃這間米線 這個是有蝦,有牛肉,有小管 然後這個是85的是蝦,牛肉,小管跟魚都有 然後這60的是只有蝦,就是沒有牛肉 那另外它還有40 這40、30,這個是魚的 那它飲料呢,乾脆的 10塊錢 那它們上菜在這個地方 它會給你一個...就是那種滴滴的那一種 它想的話你就來這個地方跟它端 什麼啊? 好,它說它的湯汁是比較清淡的 所以需要沾著醬吃 然後讓我們在這個櫃台自己沾自己的... 自己做自己的沾醬 我們只要有三種菜 鹽、糖、味精 鹽、糖跟味精 我們會混在一起 OK 有一個是mix 你可以用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加一個混合的 一直混合的 OK 然後用這個... 檸檬 這個一種麵器 嗯... 這個一起混合 是mix 蝦皮 你可以用這個麵器 然後用來炒醬 很棒 這很冷 OK 你可以把... 混合大概... 混合大概 2分鐘 如果你要不夠命 如果你們想要那麼爽,辣不上的話 可以加多喝 OK 就攪拌兩分鐘 然後可以憑自己的鹹蛋去加 那你也可以加點辣 辣椒放我這裡好了 我們另外加 他們這裡的話呢 是目前就是配這個甘蔗汁 我們剛剛點的那個甘蔗 一杯十塊 我們昨天喝的那個一杯是十五塊 但是昨天喝的好像稍微要大杯一點點 它的米線上來了 米線這樣 然後裡面有我們點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該不會就是蝦吧 這大概很大 這裡是蝦 它有火鵝的蝦在裡面 然後這裡是小管 它東西蠻豐富的 先試一口它的湯 其實有點鹹 它就是海鮮的鮮味 然後它都可以加這個 吃一點就是什麼味道 這裡面就是好好的糖、鹽、味精 然後跟那個 剛剛那不是檸檬啦 是金錢 好鹹喔 好鹹喔 剛剛可以加在這裡面 那就是憑個人的口味 你喜歡比較鹹或比較清淡的 就可以加多加少 我想說多加一點這個湯汁啊 因為這個湯汁就是緊緻 比較有味道 他剛剛跟我們講說 就是那個 他用手機翻譯給我們看 他跟我們講說 他的湯是清淡 就是比較清淡沒有味道 我跟你講他騙得冷 他的湯是有鮮味的 我覺得其實不加 就很好吃 就是他那個湯口啊 那這間的話 他的湯味真的還不錯 然後 他如果有來到 就是陽東市區啦 那其實就在馬口旁邊 如果有來到這裡的話 就可以過來這邊吃 好了 這一間 屌打我們在越南吃的說 米線 真的像這樣算晚啊 之後來的話 一定還會再來這一間 那也推薦大家可以過來這裡 試試看他們的米線 原味的就很好吃 不見得說要加什麼 料啊 然後呢 我再跟各位 大概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花費喔 我們機票的部分呢 是兩個人 然後另外有購買了 20公斤的行李 這樣子的總金額是 兩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塊 我覺得 以聯航來講 非常的貴 其實這個是我在10月 就是2023年的10月16號 就已經先買的機票 那時候的價格其實就已經這麼高了 我們在日落小鎮那邊住了兩碗 那兩碗的價格是 301萬的越南盾喔 我用我們換的匯率 我一個平均匯率換算下來 大概是四千零二十三塊錢喔 我們在海貝酒店 住了三碗 那三碗呢 的越南盾是九百萬喔 那換算下來他的台幣是 一萬兩千零二十九塊錢 那這樣來講的話 基加九就是四萬三千四百一十元 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這次總共呢 兩個人花費大約啦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的錢呢 沒有算得到很清楚喔 因為最剛開始 六零媽媽他們之前去越南有留一些月幣啦 不到三千塊台幣留給我們喔 我如果扣除掉我們在金剛超市 我大概是買了四千出頭啦 我們的總花費大概會是七萬六千多塊 那七萬六千多塊是我們兩個人啦 那其實就是一個人不到四萬塊錢的一個花費喔 台幣復國島機場美金的匯率是兩萬三千兩百元 越南盾喔 那我大概問了一下台幣的匯率 台幣的匯率是七百三喔 如果是以我換的美金的匯率是三十一點七九來講 跟台幣的匯率其實算起來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美金跟台幣在機場換的錢呢 會是差不多的 後來呢 我們到了中部的羅賓森 也就是整個復國島裡面呢 換錢匯率最好的地方 他用一百美金換 越南盾的話呢 大超匯率是兩萬四千八 那如果是閃超的話呢 只有到兩萬四喔 我再換算回來喔 台幣的匯率大概會是七百五十四點九五 大概七百五十五左右啦 那如果說你是整張的一百塊的話 那以我三十一點七九的這個匯率下去換算的話 大概會是七百八左右 盡量在台灣先換好美金帶過去 你這樣換算下來 你的台幣匯率其實是大概落在七百八啦 大家有看到影片的話呢 羅賓森的匯率是七百六 其實還是有一定落差喔 因為畢竟復活島它是一個觀光的島 它的匯率其實不是那麼的划算喔 我整體來講覺得還不錯 雖然在消費上呢 會覺得相對高了一些喔 按摩的費用其實 跟台灣落差不大 也大概都是換算下來 大概一千出頭台幣啦 其實我們後來還有再去 就是我們洗頭髮的那一間店 再去做全身按摩 那全身按摩的話它九十分鐘是三十九萬 其實非常便宜 很划算喔 就是包含大家推薦的 還有我們在南部按的就是 動輒就是八九十萬 甚至一百萬的那一種 那它的店其實也還蠻新的 那整體也都還蠻明亮 乾乾淨淨這樣子 那我們在第二次去的時候 因為是下午 其實看到蠻多本地人 他們也會過去那個地方按摩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還蠻推薦的 在吃的方面呢 因為我們吃的其實都是餐廳類的 所以在費用上其實相對會比較高一些 比較多都是給觀光客去吃的 像蠻多的韓國人啊 因為我們去吃其實都會遇到蠻多韓國人 那這種店的話就相對它的費用會比較高一些 甚至跟我們比我們在台灣 可能我們兩個人去吃餐廳的價格還要再更高 那住宿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排的這個流程呢 我覺得非常不錯 就是我們先在南部的日落小鎮住兩天 然後之後到中部去 因為想說第一次去啦 那我其實也比較想要多跑一點行程 那我就沒有住到度假村裡面 我們就是住這種 就是在南部那邊的話 就是找了一個一般的那種酒店 那在中部的話呢 就是可能相對也是在市中心啦 因為海貝酒店呢 它其實是整個市中心裡面算是相對比較好的 的酒店 那我們就住在那邊 因為一方面有享受到酒店的設施嘛 那另外一方面 因為它是在市中心的關係 所以它去哪裡 四通八達都比較方便 那這一次的話就沒有去住度假村 想說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可能會安排比較多的時間 是待在度假村裡面 就是可能享受裡面的設施 比較不用那麼趕 因為畢竟該玩的該去的景點呢 都已經去過了喔 那如果說各位第一次去的話呢 我會非常推薦住在日落小鎮喔 那日落小鎮呢 你可以住一個晚上 或是兩個晚上 我相信大家去到那個復國島的話 一定是會想要去搭它的攬車 那它的攬車就在日落小鎮喔 你可以隔天一早 就是很悠哉的吃完早餐之後呢 再去攬車站排隊進去搭攬車喔 那日落小鎮它的好處就是呢 它的人非常的少 剛開始去的時候會覺得 怎麼都沒有人 整條街全部都空的完全沒有人 但是其實呢 後面會蠻享受那種感覺的 就是像我們後來去吃飯啊 人家介紹的很有名的店 它包含它的Google評價也都是非常好 4.9顆星的那種店 結果我們去呢 沒有人 那我想問我是不是跑錯店了 結果原來就是日落小鎮它就是這個樣子喔 它基本上就是它那邊的人呢 人潮啦相對沒有中部這麼多 去完日落小鎮之後 拉車回中部喔 那中部這邊的話 就是它相對比較熱鬧一點 那北部的話呢 住在那裡還好的原因 是因為北部其實在 會往北部去的話 你要嘛就是去大世界 要嘛就是去珍珠樂園 不然就是動物園 那這種的話呢 都是一去就能夠待一整天 可能一個半天或者是一個整天的地方啦 所以其實不是很有必要說 一定要住在那個地方 因為你會想像我住在中部 就是想說我去這個地方 我可能一兩個小時 我還可以回飯店休息一下 那我再去下一個地方 一兩個小時這樣子 那北部的話其實去到那邊就是去玩而已 那不如就是從中部這裡 我坐半個小時的車過去那邊 那玩完之後就可以回來中部這邊繼續 可能晚上也比較熱鬧 因為北部大部分都是度假村那種形式喔 那周邊也都沒有其他任何的小吃啊 或者是什麼可以逛的 所以這一塊呢還是比較推薦 給大家可以住在中部這裡 最後呢其實富國島這邊呢就是真的 它目前的建設還不是那麼完善喔 如果說你不想要跟人家人幾人的話 我真的是非常推薦你到富國島去旅遊 因為它基本上所有的不管是吃喝玩樂啊 幾乎不用排隊啊 我們有排隊的就只有在動物園那個長頸路餐廳那邊 有排到隊而已 其他地方的話你其實隨時去隨時有 包括我們去日落餐廳喔 它那邊呢我們去也都沒有坐滿 其實如果就算你沒有安排那個行程 你臨時有時間你想要過去 你就直接過去就好了 過了三五年後呢 它那邊整個在建設起來 在發展起來的話呢 或許它的整個設施會更完善 那也會更好玩喔 這部分也是推薦給大家可以一起到富國島去旅遊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還是會再想去一次喔 帶六年媽媽去度假 對不對啦 那感謝所有六年媽媽的朋友們 這段時間的觀看 那我是Herman 我是Ariel 我們下一次見喔 掰掰